好,我们看第六题 Many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be invited to attend this yearly blank on drug control 好,许多的scholars scholars这个字意思叫做学者 expert这个字呢 这个expert是中文呢 我们翻译成叫做专家 好,所以说许多的学者与专家来自什么地方呢 好,一个阶系词片语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好,这是很棒的片语,对不对 来自于全世界的学者与专家 will be invited将会被邀请 被邀请来做什么呢 来attend 很棒的一个字叫参加 我们就参加什么样的会议 我们就用这个字叫做attend 好,那你知道了 学者跟专家呢 他们来干什么 每一年都聚在一起 那大概八九不离十 这个字呢 我们就要填所谓跟会议相关的讨论会之类的 好,那在哪个议题上面呢 各位这边呢 要提醒同学了 我们说了在哪个议题 介细词 我们介细词用on 那这边的议题就是drug control 那drug在这边呢 我们指的就是所谓的药物滥用的那种所谓的毒品之类的 drug control就是毒品的控制 所以呢 许多学者与专家呢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与专家 他将会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年度的yearly 好,这个字要提醒同学了 虽然他是ly结尾的 但是他当作形容词来看 就是每年的 好,年度的什么呢 好,在这个标题就是以那个所谓毒品管制 毒品控制为题的什么呢 好,那我们看第一个 好,第一个字呢 我们念成reference 好,那reference这个字呢 我们看一下它中文的意思呢 我们把它翻成所谓的参考参照 好,当作名词 还可以当作参考的文献 或者是你写报告的出处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reference 那我们看一下音节refer 第三个音节rens 所以总共有三个音节 我们就念成reference 参考参照 好,那等一下呢 有一些呢 有一些相类似的字呢 我们再一并来讨论 好,那第二个呢 我们念成intention 好,那intention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所谓的意图 意象或者是目的 我们就念成intention 好,那这个字呢 我们看一下 intention 好,总共有三个音节 看到tion结尾的八九部历史 它是个名词 中文翻成意图跟意象 好,第三个呢 念成conference 那conference这个字呢 我们的中文意思呢 我们把它翻成所谓的会议 讨论会 或者是那个大型的会议 我们中文 我们英文呢 就念成conference 那我们看一下con一个音节 f一个音节 rens一个音节 好,总共三个音节念成conference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第四个D 好,第四个D呢 我们念成interaction 那interaction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呢 翻成所谓的互动 或者是互相的影响 我们英文念成interaction 好,那这个字呢 应该又要是眼睛的同学 应该有注意看到的一个是inter 另外一个呢 是action 这两个字合并起来的 好,所以呢 这一题的答案呢 应该就是八九不离十咯 就是选择我们第三个C conference 那我们看题目 Many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be invited to attend this yearly conference on drug control 好,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年度的会议 Yearly conference 好,所以我们这一题答案选择第三个C conference 好,那这边呢 在讲完之后呢 因底呢 要从这四个选项当中呢 帮各位呢 补充很多很多的字 所以呢 希望同学呢 能够稍微呢 稍微做个笔记 稍微记一下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字念成reference 那这个字呢 是从它的动词念成refer 好,演变过来的 那refer呢 中文呢 我们的意思呢 通常呢 它会搭配另外一个字 好,那个字呢 就是refer to 那refer to呢 这整个片语呢 我们这个to呢 特别提醒同学的是 这个to呢 它是一个界隙词的to 我们常常会说 把这个什么人的成功 归因于谁 把他的那个成功呢 或者是一个人的成就呢 归因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对他的无私的奉献 refer a to be 把它归因于 所以你看呢 为什么他会成功呢 为什么呢 我们会从他的身上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参考 这些参考呢 来自于他的父母亲 所以用refer to 这个片语呢 这个refer就是reference的动词的形态 好,那讲到refer这个字呢 其实呢 同学呢 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以前呢 我们好像呢 有几个字呢 是跟fer结尾有关的 好,那么就利用这个机会呢 把这个跟fer结尾的字呢 顺便在这边呢 做一个整理 好,第一个 我们常见到的这个字 来,我们念成 defer defer 好,那defer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动词 好,它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意思叫做推辞 或者是使延期 使展期 我们就叫defer 好,我们可以顺便记一下 那这个字的音节呢 要讲的可能比较不多 好,所以同学就直接用记的 defer 推辞 使展期 好,那除了推,推辞,持展期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字 好,这个字呢 同学呢 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是in开头的 我们念成infer 那infer呢 这个字呢 它也是动词 好,那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那来,我们来看一下 当做推断 或者是推论 好,我们英文就念成infer 也是两个音节 那因为这些字呢 都是两个音节 所以比较好记 所以同学呢 可以一起把它记记 好,最后一个同学 可能就会比较熟悉了 那个字呢 就念成prefer OK,各位有印象吗 prefer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中文翻成 叫喜欢 宁可 或者是宁愿 我们就念成prefer 好,所以这几个字 从refer defer infer 到prefer 这几个字呢 都是fer结尾的 好,Andy建议同学呢 可以一次 一起把它记起来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第二个 笔叫做intention 那intention这个字呢 它是名词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来看看 它的动词 好,它的动词的拼法呢 是intend 注意哦 好,intent 它是 d结尾 不是t结尾 intent 那intent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打算 或者是企图 要去做什么事情 有什么样的意图 企图 想去做什么事 intent 那intent呢 通常呢 我们在intent后面呢 加上一个不定词 intent to do something OK 所以我们可以从 intention这个字 往回去寻找 它最基本的动词 英文 就念成 intent 你的打算 或者是企图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的是 这个conference这个字 好 那conference这个字呢 叫做会议 或者是讨论会 但是呢 你这边呢 帮 跟同学呢 在 在归纳 另外两个会议 这两个会议的同学 应该也有印象 一个叫做meeting 另外一个字呢 叫做seminar 好 那这三个字呢 其实呢 都可以当做会议来看 但是问题是呢 它们的规模呢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我们说这种conference 是属于那种国际型的 那种很大型的 全国的那种会议 我们就叫做conference 像我们这一次的题目 它说呢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跟专家 哇 那你看 这个是应该很大型的会议了 才能够邀集到 全世界的学者跟专家 所以呢 这种很大型的会议 我们就叫做conference 好 那这个 我们说呢 接下来呢 我们说学校 Andy 呢 在学校的时候呢 每个月固定会开会的 那种会议 或者以后你到外面去工作 公司呢 都要每个月 或者每个礼拜呢 开一个会报 开一个会议的 这个我们就叫做meeting 好 所以你们发现这个meeting呢 它的那个范围呢 就又缩小了 规模就小多了 那接下来第三个念成seminar 那我们音节先分一下来 第一个念成se 第二个念成me 第三个呢 念成nar 好 那seminar这个字呢 通常呢 是属于什么东西呢 所谓小型的 或者是不定期的 那种会议 没有定什么特别题目的 那种研讨会 我们就叫做seminar 例如说以后呢 如果你读完大学之后 还想要继续深造 读研究所 那你就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呢 跟教授约时间 然后呢 来讨论 你最近呢 在研究的东西 或者看过了一些报告之类的 那个就是 可以算是一种 小型的seminar 那像有时候呢 因理呢 要出去校外呢 参加一些研讨会 大家呢 就一个议题啦 或者是一些 一些题目呢 来讨论的 那个 我们也叫做seminar OK 好 那最后一个D 这个字呢 念成interaction 好 那interaction呢 因理要在这边呢 利用这个机会呢 跟各位呢 介绍一个字首 这个字首呢 就叫做inter 那inter这个字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between 在什么什么之间 OK 那我们常常会看到 一个字 好 这个字相信同学都很熟 叫做international 好 那international呢 这个字 大家都清楚 对不对 它的意思呢 叫做国际的 international 好 所以你们发现 什么叫国际 在国与国之间的 我们就叫国际的 如果你是在国内的 我们就不叫做international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inter 对不对 inter就是两者之间 national 就是国家的 所以呢 在国家跟国家之间的 我们中文呢 就翻成国际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这边呢 可以衍生出很多了 例如说呢 以前 以后你们上大学呢 会有一些学校跟学校之间的 球类的比赛 它就inter school 然后在校季之间 然后inter college inter university 所以说校季之间的一些比赛 或者是互动 这个我们就 就是从这个inter 这个字所演变过来的 那我们知道interaction这个字呢 也是一样你看inter 怎么样才会互动 一定要两个人以上 对不对 那人跟人之间呢 才会有互动 所以呢 在人跟人之间 彼此之间的动作 act 这就是行为 一个行动 我们就叫做act action 所以interaction这个字 我们就衍生出来 互动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知道呢 这动词呢 念成inter 好 我们来看看 它的动词 interaction是名词 那它的动词呢 就是interact 那interact 通常呢 它会搭配个介细词 那个介细词呢 就是with 和什么什么人 产生 互动 那就用 interact with 好 那此外呢 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 词类就是 interactive 好 那interactive是它的形容词 我们中文呢 把它翻成叫做互动的 那互动的呢 这个字我们经常看到 比如说呢 你们看了很多的杂志 它里面呢 都会有附赠 那个附赠一些互动的光碟 好 那那个互动的光碟呢 那个互动的 我们就念成为interactive 好 那么这一题 我们就补充到这里 那真是的 我们就补充到这里